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北斗翁频道,今天是2023年1月7日第749集,我们今天的题材是重夺本港地产市场 我们在上一集第748集的时候,说我们香港的银行股理论上可以重估一下价值 因为有中东的银行想买入渣打,原本计划是这样的,最后当然不成事 不过也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昨天说这三只,汇丰,渣打和中银,渣打是最容易吃的 因为它的市值又不是特别高,汇丰就太大,就未必捆得下 中国银行是非卖品,国有企业哪会卖给你 所以渣打是一件好事,如果成交得到,不过最后就不行 不过这个银行业就比我想起另一家公司,或者另一家银行 这一家就是东亚银行23号 它前一段时间的股价真是跌下去,真是惨不忍倒 这段时间的股价也好一点点 但是好一点点,其实它现在的市值只有263亿 市盈率还是很低,只有6.4倍 不过今年的生意也不太好,所以市盈率慢慢高到8-9倍 其实也是算便宜的了 它的派息,现在的股价来计有7厘息以上 其实都不错了,我也是那句 如果东亚银行不要去搞大陆的生意搞得太大的话 也认为稳不稳定银行在香港是一样有饭开的 因为我们香港真是一块福地 最近亦都听到一些消息,就是东亚银行的股权有点变动 大家都知道东亚银行就是由李国宝家族管理、有华视权 自从以前跟他对着干那些基金公司 最后就说不玩了 所以东亚就出了29亿元 把这批股票买回来,然后就注销了 加上去年他也有回扣过一批股份,大概1500万股 所以把这些股票注销了之后 其实李国宝的个人持股量就升到大约4.31% 如果整个理事家族和其他成员加加买 其实都是大约7.2%左右 一家这么大的公司,一个话事人或者一个话事的家族 只占了7.2% 那你说这家公司是否应该被人追击才对呢? 不过现在这个时势说这些可能就早了一点 不过我相信如果这个东亚银行是一家好的公司的话 怎么也会有人来追击的 今天我们所想说的就是我们香港的地产市道 或者我们香港的地产市场 就让我们香港本地的公司重夺这个华视权 因为以前就是怕那些内房股 因为他们有钱嘛,在大陆有赚到钱 所以就喜欢下来我们香港就分一杯羹 那么最近他们就开始不行了嘛 那么这几年他们都一般的好了 所以香港就由我们香港的本地疆 就重夺回这个市场 那么香港市场肯定不是大啦 但是你说,每一家公司如果做得好好的 地产市道有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一年要赚几十亿,其实都不是难事来的 那么在我们还没说这个故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按个like作为支持我这个频道 如果你未订阅的话,希望你可以订阅了他 为什么我要说这一件事呢? 其实我们本地疆一向实力都很红厚的嘛 那么之前就可能我们香港的地价就被人炒高了 但是现在因为有加息的阴影在那里 地产市道一般的好,那些人有移民走 很多的因素加加买卖,令到我们香港的地产市道就比较低迷一些 但是这样,反而就利益了一些本地的大型的地产商 因为他们可以现在执平货嘛 到了迟些几年之后的光景可能又好了 到时他们就可以赚得更加多钱咯 明天即将会是1月8号 亦都开始是内地和香港就会通关了 听说每天有大概6万个名额嘛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名额还未爆满的 不过有些人,我知道我有些朋友 他们都在内地有些亲朋戚友的 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回去的了 所以通常都是在新年之前 那些人希望尽快可以回去过年的 不过有人过去内地那边 也有内地那边过去香港那边嘛 那到底是我们回去花钱的多? 还是他们来我们香港的地方花钱的多呢? 那我相信应该是他们来香港 花钱会多些 因为上得去那些 我相信这段时间大部分都是探亲的 但是他们在内地下来的话 很可能是下来避难的 因为现在来看 很多这些二价疫苗 已经是磨拳策掌 等这些内地客是过来的了 因为这个福必泰的二价疫苗 听说在上海复星医药方面 已经宣布了 可以先代为订阅的 订阅的预约费 都要给大约300元人民币 所以你一说要的话 首先已经给了300元给他了 当然你们下来打的话 那就多多益善啦 听说有很多家本港的医疗机构 他们的相关服务 每一针来计的话 大概是1400至3000元不等的 不过如果多人同行 好像去海洋公园玩那样 多人同行的话 就还可以再便宜一些 不过如果是他们下来打针的话 我们香港的针也是足够的话 那其实没所谓的 做多些生意 还有打完针 没有就这样上去的 是不是? 怎么都要等一两天 看看自己的反应如何先 另外一方面 这个药剂师方面也表现了 就是说私营的机构 提供这些二价疫苗 是对香港市民 是不会造成一个影响的 因为这些是私营的医疗机构 是买回来专是服侍这一批的VIP客的 所以跟香港另一边的公营机构那边的疫苗 是没什么抵触的 但愿如此 如果这样是好事的话 那就皆大欢喜 下来香港 多花点钱 那我们香港自然生意就会好 最近在这些YouTube的频道里面 也有些KOL 就有些看法 他说如果我们香港和内地通关了之后 会有很多以前在香港买下屋的人 即是内地客就会回到香港 准备要在香港沽货 这个机会其实是有的 因为为什么 香港的楼价如果是他们之前买下的 其实现在还有一个盈利的 那你就知道这批有钱人 其实如果他们留在内地这么久 都是那一句 钱可能都花得七七八八的了 如果有机会可以套现的 当然下来香港 顺便卖一层楼 拿回一些钱 回到内地救价也好 索性移出去外国也好 总之 可能都未必留在香港 这个可能性是会有的 但会不会是很多呢 那就不知道了 不过你都知道 在Elements那里 即是海船门那一带的 超级豪宅区 就是最多内地人在那里的 如果那里开始慢慢有人放盘 或者放盘的数目越来越多的话 那就可能证实了 开了关之后 那些内地的豪客 他们来香港 就除了消费之外 还是兼且卖楼 想着拿钱就走的 突然间就想起 有一个超级富豪 这个就是马云 早年他就用了15亿 就买了一间豪宅 其实他现在都不知道去了哪里的嘛 话说就已经是在日本那边长住的了 其实来说 就是他不会回来香港了 我相信他也不想回来香港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一层楼 是不是应该要卖掉呢? 当然了 这个豪宅 15亿的话 在香港可以买得起的人 真的只数了那几个 而最近的消息就是 阿里巴巴、马云、蚂蚁 这些公司的瓜葛已经越来越少了 如果你们最近有听新闻都说了 阿里巴巴的始创人 马云最近周游列国 这个蚂蚁集团 也在内地方面慢慢帮他重组回他的金融资产 重组完之后可能日后就会上市 因为如果搞清楚一些东西的话 不过搞清楚一些东西之前 股东上的明测就有点改变了 因为马云已经放弃了这个控制权 即是说 无论以后马云上市之后 事好事坏 对他来说应该是没什么重要的了 分分钟他还要把股权 除了放弃这个控制权之外 还要把股权 豪气一点 送回内地的政府 当作是一种回报祖国 因为他手头上现在大把钱了 最重要就是他这个豪宅地 不知道会什么时候传出 会放盘 如果真的放盘的话 这个警号就响起了 我们在香港的豪宅地段 最近有一幅靓地 就是在赤柱的豪宅地 打算拿出来卖的 原本就打算是很热烈 应该会有很多人来劲头 其实又不是 原本这一块地 开头的估值应该可以过8亿元 后来就发觉不是这样 因为市场上对这块地皮 好像是比较冷淡了 所以价值就要向下调整 有些人说最高大概是85亿左右 不过未知 但是听说昨天截标的时候 只是获得四份标书 即是只有四个财团去欠这块地 反应其实真的很一般 尤其没有了两个大MASA 一个就是恒基地产 一个就是新世界 但他们都没有落标 不过传统上有来落标的 包括了有新地 独资的 长实 都是独资的 反而这个家画 都是独资的 接着信和和英军 他们两个合组财团 一共加上就有四个财团去争 到底这块地最终是多少钱 可以出售到呢? 暂时还没揭晓 不过应该就很快去的了 这个地盘大概是25万或26万平方尺 建筑的楼面大概是48万平方尺 预计可以起到650个单位 市场估计地皮最低大概是53亿 最高都不会高过85亿 所以现在这个揭衷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都想知道 这块地皮在我们本地僵的地产公司 心目中到底是值多少钱的? 如果是最低价钱的 大概每平方尺是11000元而已 如果是85亿卖出去的话 那每平方尺的成本大概是18000元 当然如果是加上建筑费、利息 还要等多两三年 将来起好之后 要卖到3万或以上 才会有一个合理的回报 到底可不可以呢? 大家拭目以待 不过最开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内地那些曾经很厉害的内房股 或者内房公司 比如碧桂园这些 就已经不会再下来的了 因为他们自己也有很多麻烦要搞的了 他们在内地要搞自己的事情 还有香港现在买一块地 过百亿或者投资要过百亿的话 现在对内房股来说是非常吃力的 所以他们也是搞定他们自己在内地的苏州市 香港这一块地 我相信他们短期之内 可能这一两年都不敢再来香港碰的了 所以反而令到香港这一批本地的地产商 如果分得云的话 其实大家都有饭吃的 不用吃粥水的 所以香港最重要是安定繁荣 如果那个经济环境或者政治环境 不是变化得太过差的话 最近你都看到长实不断投地的话 很有机会觉得 外面的运程可能没那么好 反而香港稳稳阵阵的话 头快地起好卖出去 赚回两三成的回报率 这些其实在香港是很容易做的 我们香港做这些地产生意 相信困难度没有那么多 因为我们香港是有光性的需要 人口始终还是多 所以对本地僵的公司来说 这次可能就是很好玩的世界 因为现在环境这么差 现在他们手头上只要有些实力的 有些钱的 慢慢收拾平货 大把东西玩 长实集团 1113 最近他的股价都挺帅 已经慢慢去到50元的水平 最近收市价是49.55 他现在的市盈率大概是8.5倍 不过相信上一年的2022年 只要公布全年业绩的话 相信他的市盈率有机会再低到大约7倍左右 如果是这样看下去的话 这一间公司是相当不错的 不过他的派息就比较沽寒了些 如果今年再加多些少的话 我相信应该有大概4.8%的回报率 应该相当不错的 只不过如果他的股价可以再跌多些少 那就可以搬车边有大概5厘息 可以见下人的 他每股资产净值大概100元左右 现在是50元买给你 即是买一送一 兼且这一间公司 其实他现在三个月的高位 应该很快就会破到的了 那现在下一站要挑战的 就是全年的高位 全年高位不容易达到的 57元 其实如果是普通的股票 或者是什么碧桂园 或者是内房股那些 两三日把声就可以升上去 但这一间长实集团 你要它升上去57元 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相信它也有很久 不过这一间公司其实 实力是非常之好的 在前一段时间 第7、8、31集的时候 我们讲到梅固2022年的股票的时候 就提起过这一间 也同时给大家知道 其实它在2022年的时候 都落很重本 是不断在香港投地 那它投回来的地 如果今次赤柱这块地 都被它投到的话 那它就真的 但是好像对香港的信心是慢慢回来的 当然赤柱这块地还未知的 但是我知道 它手上的现金是相当多的 有实力的人 也都在没有那么多竞争者的情况之下 去投一块这样的漂亮地回来 如果它们是切割得好 计划得好 投赌之后 将来赚的钱应该就不会少了 除非香港突然间 那个情况是逆转得很紧要 这就没得说了 所以我们密切留意 就是它今年 就是那个2022年的 全年的业绩到底会不会 令它有增长 如果有增长的话 希望所有的大行都会 提高它一线 就令到它的股价 就会再升多一阵 大家都开心点 最近我们香港的恒生指数 不断向上升 令到很多公司的股价 都会不断向上提升 大家的财富就会好了 这一件事是值得大家都开心的 不过如果你有看真些 我们这个香港的经济环境 或者这个股市的波动的话 你发觉有些公司 就趁着现在利好消息 就不断伸手 就问股东拿钱 比如这一间1951叫做感恩 它就是先救后生配股 集资大概是11.6200万 当然就是拿来还债 另外还有的 包括了这一间 这一间就叫做美东汽车 1268 它同样用一个叫做先救后生的方式 亦都是配股集资 正筹到的资金 大概都是超过10亿元 那么厉害的 当然10亿元对我们香港来说 又不算是特别多 不过这些公司 你又按10亿 他又按10亿的话 按一下按一下 很快就按完 另外最近的最后一间 就是这个微盟 2013 亦都是宣布要配股 那么它那个摘资金额 就最多了 大概是有15亿7千万左右 所得来的款项 都是用于他们这样说 研发、提供公司的系统 补充的营运资金等等 不过这些这样的配股 是应该会陆续有来的 尤其如果那个股市是不断向上升的话 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那么如果不趁现在动手 那怎么办呢 不过还有一间公司 大家还要更加小心的 就是这个碧桂园 因为它的股价又升上高位了 那你都知道 它曾经有个纪录 在一个月里面 配股两次的 所以如果它再继续 股价再升上去的话 它配股第三次、第四次 我又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如果前两次 令到那些配股的人 都能够赚到钱的话 那第三次、第四次 那为什么会不落财呢 所以这一件事 大家都小心点 最近的股市已经升得非常漂亮 我们现在最紧要看一月八日通关之后 到底带来我们香港 是有些好的影响 还是坏的影响 到时股市自然就会反映到实际情况出来 所以大家没事的 只能够慢慢看着我们香港的变化 在这里 这一集就说到这里为止 希望大家会满意这一集的内容 多谢各位 最近的疫情也成为热门的话题 所以今天我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就是说两者医药股 一只就是辉瑞 一只就是Mondana 辉瑞是一家百年老字号 而Mondana是一家新进的药剂公司 不过这两家公司都是靠着这两年来 所研发出来的疫苗 就赚到盘满拨满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进来这一条link 看看这个故事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以有时间投资在他们身上 希望你们看完这个文章之后 如果见到前后左右附近有些广告的话 麻烦你帮我按一下 那就行了 多谢各位